关于EXO2019年台立照公开,哥哥们都化身为黑夜骑士,展示了性感与冷峻的多方面不一样的EXO。 从现有的官方图来看成员们两两分组,露出高贵幽默式苍生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在灿烈与金钟人的合照中灿烈的胸肌格外明显,可能是因为正脸的缘故但也是对身材的绝对自信。 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灿烈疯狂的迷恋上了举帖大业,甚至拉着同组成员编搏弦一起去举帖,现如今看到新的日历图也是明白了这个举帖也是很有效果的。 艾莉被灿烈的胸肌给吓到了,大部分艾莉作为女孩子,但是在胸的这一点上,是不能和优秀的灿烈比的。 毕竟这个男人的胸比女孩子都优秀了。 艾莉姐姐害怕大家看不清灿烈优秀的胸,还专门来了一个灿烈的特辑,一次性让大家看个够。 其实在咆哮时期的团宗,Exo Showtime,终将临那期,就可以看到灿烈在那个时候手臂上的肌肉就已经十分明显,但没有现在看上去的那么骇人。 而现在真的是肌肉与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看来举帖真的是让人迷患呢? 而灿烈的举帖行为似乎也感染了其他的成员大家纷纷的都对健身房感兴趣。 相比于灿烈对自己胸肌的自信,Exo的另一个成员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露肉肉,这个人就是兜锦秀,看了立志要成为兜锦秀肉体饭的人可能是没有可能了,毕竟鹅肉也不是轻易就可以看到的。 让人记忆犹新的就是在三巡演唱会的时候,连小宅男边博弦都秀出自己的腹肌,可鹅王却我自亏然不动的一身黑色短袖守住自己的肚肚。 而这样的兜锦秀是可爱的,难得正经的可爱。 在这一次的台历上,大家都穿低领西装,但是鹅王在穿低领西装的同时还穿了一件白色的打底。 看来由灿烈引发的举铁蜂巢并没有蔓延到全员身上。 迄今为止,兜锦秀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过腹肌的人。 对于不公开腹肌的原因,兜锦秀还有自己的解释,我没有腹肌,出生的时候没有带着,不好意思你以为爱丽就相信了吗? 爱丽依然可以找蛛丝马迹中找到鹅肉来磕,在影视剧中,在演唱会上等等都会有鹅肉若隐若现的展示出来。 福尔摩斯爱丽不是说说而已,这里不就是有在斐济拍摄写真,光着坊子的鹅王吗? 这样可爱又有反差的成员们才组成这样让人开心的EXO,无论是外向还是内向,无论是健身哥哥还是宅男哥哥都是粉丝心中最好的哥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